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 今天视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2021年腮红爱用推荐 我自己觉得腮红是给整个妆容增加氛围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类伍 那还是跟去年差不多 今年呢一共是有10个腮红单品 有两个腮红盘和8颗单色腮红 那先从赛红盘说起 倩碧的赛红盘 它的包装的是丑了些 但是它里面的内容物很好 倩碧他们家不是每年都有出赛红盘吗 但是你在特定的时间没买到的话 可能赛红盘就没有了 但是呢大家可以这样单颗的入 这个盘子其实就是他们家已经有的单颗赛红色号组成的一个盘子 分别是Pansy Pop,Melon Pop和Ruby Pop 那我之前推荐这个的时候已经有跟大家说过嘛 就是这盘乍一看很可怕 紫的很紫红的很红 裸的又非常的裸 但是它上脸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那给你们插一个片段 这个妆容呢我是先用了这颗塞子 不在比较偏面中的部位 这颜色不光是能够帮我们中和脸上的黄气 但很好地起到提亮的作用 再用这颗看起来比较偏红的 整个上脸的是比较偏温柔卦的 很多人可能觉得紫色跟红色是比较冲突的颜色 但其实它上脸呢因为饱和度不是那种特别的高 所以其实两个颜色融合的蛮好的 这个蜜桃色呢其实上面也非常的日常 给你们看起来它的手臂试色 不会过于显色 也不会说显色度过于低 刷个两三次呢就能够达到日常需要的保和度了 那因为我买到的是塞红盘嘛 这种组合打包卖的肯定是比一颗一颗买起来要划算 但是如果里面有任何你不喜欢的颜色呢 大家就是可以直接单颗的去买 反正它家的塞红真的是不会出错 那下一个塞红盘呢其实是我好朋友送给我的 NARS的High Profile 当时我做礼物分享的时候打开这个盘其实觉得 原来的几颗塞红呢颜色看起来好深啊 像古董粉一样 但其实我实际上脸呢 它却是一个非常适合秋灯来画的塞红 那整个盘子呢都非常适合国内现在的这个季节 除了这一颗 这个珠光色虽然说粉质非常细腻 但是颜色比较深 所以说我基本上是不知道怎么用它 当眼影给大家在眼头应该是可以 但是画在脸上提亮的时候 完全不行了太深了 但是剩下五颗颜色呢 你们看一下水平现在真的超级的好看 那我再给你们插一段它上脸的视频 那我觉得这种深色腮红 其实蛮适合那种你平时不爱修容 但是又希望能够找到这种收敛色腮红的包包 反正这盘总体来说就是 棕调 紫调 粉调 蜜桃 色系都有的一盘 不要被它这个鸭盘的颜色吓到 上脸的效果是很适合秋冬的 那接下来就是单色腮红的部分了 第一个要跟大家重复推荐一下 我去年最最爱用的一颗腮红 TOMFOR 01号 Frantic Pink 当然它是新版的01号 好像是旧版的03号还是怎么回事 所以大家买的时候就不要用数字去买 记得它的这个名字 这颗呢就是一个比较偏豆沙奶粉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这颗腮红呢 你画大部分妆容它都是可以搭配的 不会突兀 再加上它粉质非常的线 而且它里面呢是带珠光的嘛 上脸会显得皮肤肤质很好 我先把这颗腮红卸了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一个非常百搭显气质的颜色 那虽然说这块腮红它压粉不算特别的实 会稍微有点飞粉 但是这块它亮蛮大的 我使用屏幕非常的高 它这个TF的字样还在 就是说我觉得像腮红这种东西 即使是你投资稍微贵一点的 能够用很久 这个我居然推荐过了 今年依然是最爱 但是我就不多说了 那下一颗单色腮红呢 就是我现在脸上的这个 3CE的Monopink 去年我的年度外又有跟大家分享 3CE的Rose Beige 真的超级的好用 那3CE以加除了那颗单色粉质腮红以外呢 我觉得这颗颜色也是非常好看 这颗是我今年上半年买的吧 应该是 它呢相比于Rose Beige是更偏肥一点 很有奶油感 很可爱的一个腮红 超级的呢 上脸不单提气色也非常的显白 如果你再找一款嫩嫩的腮红 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 下一颗NARS老网红 但这个是我今年才买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花了我这么久才买它 Zex Appell这颗 同样的也是比较偏奶奶的这种性粉色 是非常非常低调显皮肤干净的一颗颜色 你看它这颜色宝盒都就这样 虽然说它上皮肤不会说是宝盒都很高怎么样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用它做腮红打底的 用它打完底呢 我之后再去叠加其他的颜色 这个粉质因为非常的细嘛 所以它跟之后的任何腮红都不太会打架 反而显得我下一步的腮红呢 晕染得很好 然后很有氛围感 而且感觉皮肤的底子呢很干净 前面的腮红先擦掉试试 但是我觉得Zex Appell这颗颜色 应该在镜头前不会说特别的显色 我非常喜欢把叠在面中这种部位 我觉得其实是用比较浅的腮红啊 在镜头前你们可能看不太清楚 你只要看手臂吃色吧 它跟皮肤融合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真的粉质很细 体长感很好 那后面五颗呢虽然都是单色 但它们基本上都是腮红膏啊 腮红液这样子 刚才粉调蜜桃调的分享太多了 我们来分享一个好玩的颜色 这颜色也是我今天新入的 如果你要是想玩妆 想要元气比较偏橘的那种淘气一点的撒红的话 我觉得这颗非常的好看 是Fenty Beauty的Peach Face 打开的是这样 虽然看起来橘橘的啦 但它上脸呢会稍微有一点偏肉掉 肉粉掉的感觉 不会这么突兀 然后整个粉质呢也是非常非常好拍开的 这个基本上不用粉扑 用手就能拍得很匀了 显色度蛮高 怎么样这颗颜色可爱吗 怕那种元气可爱 或者扎两个马尾边 或者扎一个很高的辫子的时候 怕这种腮红非常的减零 扎了以后其实不会那种很黏腻的 不过还是有一点那种腮红高的感觉 这也没办法 而且你们看我刚刚用手拍完 手指上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残留的膏体 哦 下一颗又是NARS的 这个颜色我真的超超超超超超喜欢 我是在小红书上看到其他博主做完试色 立马就冲去麦卡买的 哦 你们看这个颜色 它是这种腮红双霧丝的质地 也是非常好拍开的 比较偏奶茶裸粉色嘛 很有日系日杂的感觉 我把它叠加到这边 你们看它跟这边的这种亮橘鼻彩 这边呢会更裸 更有日杂感 我再放一点膏体在脸 因为我想让它保护度高一点 怕你们看不清它的颜色 这边呢就是这种偏元气刮的 这边呢就是那种日杂风感觉的 那是甘米红的就是全雾面的了 但是这颗颜色调的真的很好 算是我今天塞红膏里面 数一数二喜欢的颜色了 好看 看来下一颗real beauty的 我是买了他们家迷你的塞红套装 但是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相比于其他两颗 是我更喜欢的一支 因为它的包装是不是很可爱 小小一支 它是一个牛奶蜜桃色 这颗保护度很高 上色很快 我再卸掉给你们看一下 来试试这颗blies 给你们看它上脸 对 它这样拍开了以后 干了非常非常的雾面 它不是那种有光泽感的颜色 这颗颜色是不是也蛮有那种日系风格的 真的是牢牢的扒在脸上 但是我自己觉得这颗啊 白皮是可以 如果你是黄皮的话 我觉得会不太适合 blies这颗呢 真的是只推荐给白皮 下一颗3CE的So Alive 它涂在皮肤上呢 就是这种白里透粉 非常粉淡的感觉 跟刚刚那个monopink有点像 那比monopink呢 就是它没有那么亮吧 上脸是更settle一点的颜色 我这几个散布膏都是用手拍的 给你们看一下这种手拍的气势感 海绵淡的话 你们拍起来可能会更快一点 我觉得这颗颜色呢 是非常非常可爱的 就是皮肤本身透出来的那种粉粉的感觉 上脸的是丝绒感的 没有这边这么雾面 但是也非常非常的舒服 就你买了它 它是绝对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 而且日常来用的也是非常非常好看 那最后一支 Natasha Dinona的泡肤腮红 这跟之前的颜色都不太一样 它是一个比较偏健康古董感的腮红 虽然说它的名字叫Tan 看起来好像很吓人 好像是个羞绒色 但它上脸的其实也是那种奶奶的 是那种奶棕色 偏一点蜜桃感的感觉 我再卸一下了 如果你们看到今天我的眼下 脸部稍有点卡粉的话 大家真的拍腮红湿色 非常非常折磨皮肤的 哦对 这三位要再说一句 它算是一种腮红精华一样的感觉 所以它不能直接叠在脸上 如果它直接叠在脸上的话 会把你的底妆带走的 所以这个呢 最好是先叠在手上 你们看 很可爱的颜色 在手上拍开以后呢 我们再局部的叠加在脸上 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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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太好看了 为什么用它的人很少 就我在红薯上面有专门拍过视频推荐它 但是我很少看到有其他的亚洲博主推荐 可能是因为这个颜色吓跑了好多人吧 它上脸没那么可怕的 这是一个很显脸小的颜色 你知道吗 它虽然收脸色 但是不会显得脸凹陷啊什么的 我很少有三红膏呢 是偏这个颜色的 很有氛围感 很健康的感觉 除了它呢 皮肤还会微微有一点那种水光感的感觉 就不是全雾面的 非常好看 是不是都很好看 好了那今年最爱用的10个腮红单品 都跟大家推荐完了 其实拍腮红是我压力最大的 因为腮红推荐嘛 不上脸也不行 可是上脸呢 你还得就是不断的去擦拭皮肤 我很害怕会伤害到我的皮肤 不过今天我觉得拍出来效果应该是很好的吧 虽然我还没有开始编辑 但是我看到这个monitor就是监控器里面应该还不错 希望效果还不错 那在大家走之前呢 如果你们要是对我今天口红的色号感兴趣的话 我用到的是ofra的 这一支这一支白管的我好久没用了 我今天用完它我觉得 它顿时又把我拉回了前两年的感觉 它这质地怎么这么好啊 很持久 而且延展性也非常好 它这个色号叫barroque 很好看的一个颜色 小龙收发的会比较轻 就有的时候会更新一些短的视频啊 照片如果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